在嘉義縣的鹿草鄉出生了一名內衣大盜 警方說這嫌犯年近半百了又已婚 卻有偷竊收藏女性內衣的特殊癖好 現場被逮的時候身上卻還穿著女用內褲 而被害人就是被偷內衣的人 其實都是同鄉的鄉民 到現場去指認都大罵他 真是太丟人了 真的欺詐了 因為竊賊什麼不偷竟然偷這個 我這都是他拿的 對 沒錯 膽大抱天的男竊賊 專門鎖定女性內衣褲 害得被害人還得多花錢買新貨 決定給嫌犯一個教訓 被害人到警局指認作筆錄 雖然內衣是領回來了 但哪敢再穿啊 你還要穿嗎 要穿嗎 不愛穿嗎 不要啦 還穿這個 穿這個也怪 內衣到在民豐淳樸的嘉義 陸草地區遊走 得手內衣至少上百件 但嫌犯對女性內衣褲 到底有多熱衷 就連被逮時還被警方發現 你用內褲緊緊穿在身上 你穿什麼的 我沒的 我穿你媽的 我還要我沒的 這樣也能當理由 就連內衣夾太緊偷不到 嫌犯也能破口大罵 他是說那個 吊得太緊了 那個夾子 就要戴警罰 對 我這樣還要罵 連警方也啼笑皆非 雖然嫌犯矢口否認犯案 變成都是老婆的內衣褲 但嫌犯因為刑切失封 當場被逮 似乎想賴也很難賴得掉 美食新聞 鄭榮文 嘉義縣報導